PeroDuo作为我国的第二国产车 已经有20多年的历史 在2011年之后 PeroDuo的销量可以说是节节攀高 现在它年销量一年都有20多万 就算是在去年因为这个行动管制令的关系 所以导致汽车市场大受打击 但是它去年还是卖了22万辆汽车 所以由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PeroDuo确实是很受马来西亚市场的欢迎 那么PeroDuo为什么受欢迎呢? 我们就分析出了5个原因 大家来看一看这5个原因赞不赞同呢? 第1点 价格 没有错啦 马来西亚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 所以我们的消费者 对于这个车子的售价还是非常的敏感的 至于PeroDuo车子的售价 最便宜的2万多块就有了 最贵的也不到8万 其实它覆盖的面积很广 基本上它每一个价钱段位的车款 都可以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要求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PeroDuo那么多人选择的原因 走路没喝路 幸好我使用Bendix Beta跟Titanium 它具备了抗热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驾驶 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车的 必备凉拌 尤其是它的三款销量最高的车型 它们的最贵售价其实也不到6万令吉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消费者买车 第一点就会想到PeroDuo的最主要原因 价格就是它的最大优势 PeroDuo受欢迎的第二个原因 二手价 虽然很多人会讲买车不是买来卖的 但是你不能否认很多人对这个二手价格还是比较敏感的 我们可以去上网搜索一下 2007年的PeroDuo买命 现在售价大概还要12000块左右 如果你想换车的话 你把车卖掉你直接就有下一台车子的偷袭了 这样不香吗 再不然我们换另外一个看法 你买了一台二手价不是很好的车子 可是你打算5年之后换车 到时你把车子卖掉的话 你可能拿到的钱还不够还银行的尾款 你可能自己还要贴钱去还这个银行贷款 这个就是二手价重要的地方了 而且在你换新车的时候 这个也会造成一个负担 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在意二手价的原因 虽然有些人是不在意 但是对于在意二手价的消费者来说 二手价也是PeroDuo的其中一个强项 消费者喜欢PeroDuo的第三个原因 省油 没有听错就是省油 虽然说我国的油价并不算太贵啦 可是对于一些时常开车跑长途 或者是跑销 可是油单没有办法crank公司的朋友 这个车子的耗油量就相当的重要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省油的车子就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而PeroDuo的车子 就刚刚好可以符合这个要求 其实像我以前 我开的是这个 格丽莎的手牙 在那个年代 打满一缸满缸的燃油 大概只需要50块左右 可是我在完全City Dry的情况下 一个满缸我可以开380公里左右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车真的是很省油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还是有一台PeroDuo的原因 就是因为省油 而且在高速公路行驶的话 这个车子的油耗表现会更出色 这个也是很多的油耗档 很喜欢PeroDuo的原因 当然这个也是我自己喜欢PeroDuo的原因 因为我也是油耗档 PeroDuo受到消费者欢迎的第四个原因 配备 近几年PeroDuo的车款配备 确实真的很有诚意 很丰富 目前它旗下还在贩售的车款 除了Elza之外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ASA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这套安全配备包含了 前方撞击液警 还有自动紧急刹车等等 这个是在目前比较低价的车款上面 比较难看到的东西 再来一点就是 其他的配备 例如说Keyless 还有LED头灯组 这些我们都可以在 PeroDuo的车款上面看到 而且大部分都是全车系标配 例如说Beza跟Mimi就全车系标配的 这个LED的头灯组 我们看一些比较贵的车款 甚至都给不到这样的配备 所以说PeroDuo在配备上面的诚意 真的真的是很足够的 虽然说LED头灯组跟这个Push Start Button 不是什么稀奇的东西 但是既然原厂给你了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外面改 而且你去外面改装你还要花费 而且可能会遇到Valentity的情况 所以 他们给了这些配备 我觉得是好的 PeroDuo车款受到消费者欢迎的第五个原因 容易维修 如果你是一个 依靠车子工作的人 这一点就非常重要的 你的车子坏了 如果你是住在市区的话 你可能很容易的就可以找到一间 PeroDuo的维修中心去修理这个车子 但是如果你住在郊区呢 在郊区的话 要找到这个PeroDuo的Service Center其实也非常困难 而且路途可能也不短 所以 通常郊区的消费者只可以把车子送到Walk Shop去维修 而PeroDuo的车子因为零件容易获得的关系 所以基本上你送去哪一间Walk Shop 它都可以修理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他受到郊区消费者欢迎的最大原因 如果你的车子零件贵 难找的话 车子一旦出现问题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PeroDuo这一点是他非常非常大的优势 我相信不管你是不是PeroDuo车主 或者曾经是PeroDuo车主 这一点你应该都相当赞同的 左路别看路 幸好我使用Bandex Beta跟Titanium 它具备了抗热衰退 更长的寿命 适合激烈的驾驶 和高载重的驾驶 绝对是你爱车的 必备凉拌 以上的五点是我个人分析出来 为什么消费者会喜欢PeroDuo的原因 因为我也是PeroDuo车主 所以我对PeroDuo的车款会有一些了解 当然PeroDuo的车款也并不是说没有缺点 例如说隔音比较差一些 操控比较差一些 都是PeroDuo比较明显的缺点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在意隔音 很在意操控表现的消费者 那么PeroDuo就不是你的最佳选择 不过我还是要说的是 天底下没有最好的车子 只有最适合你的车子 你想要什么你自己才最清楚 所以选择对的车款很重要 像是PeroDuo这样 虽然它没有好的操控好的隔音 但是它可以满足很多 只在意省心省油 还有从Point A 去到Point B 的消费者 这样的PeroDuo已经是没有办法挑剔了 不知道各位PeroDuo车主和非PeroDuo车主 对于PeroDuo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都可以在影片的下方留言和我们交流哦 OK啦 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全部的影片内容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